卓西乡中平林道传翻车的意外 玉里一家砂石公司向119报案 自家的砂石车 连同车上了两人 翻落了30米深的边坡 紧销到场后 顺利将两人救出 送往医院急救 至于意外的发生原因 则是由警方调查当中 将近有10个撞和用力的往上拉 原来这里是中平林道传出翻车意外 玉里一家砂石厂公司 上119报案 砂石车连同车上两人 翻落下30米高的边坡 再往上去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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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停停停 紧销抵达现场之后 攀爬下30公尺边坡 发现整台车虽然没有翻覆 但是车头几乎撞烂了 其中一名李姓男子已经在车外 做大腿骨折变形 而另一名黄姓男子仍然受困在驾驶座内 腰部出血严重 花了好大力气 才将黄姓男子救出车外 救护人员赶紧将他们分别送往 玉里荣民医院 以及持继医院急救 大腿现场时 一名伤者滚落抛出车外 一名受困车内 现场第一名伤者利用SKD固定 并用绳索拖达系统将伤者拉上边坡 18点49分送上救护车 伤者左脚骨折 左肩疼痛 头部失裂伤 意识清楚 送往玉里池基医院 第二名伤者受困车内 用移动式破坏器材 破坏救出后 19点3分送上救护车 伤者右腹有一处 约12公分失裂伤 疑伤内出血 有休克情形 送往玉里荣民医院救治 整体车货事故发生地点 在中平林道大约7K处 详细事故原因仍带警方调查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